各位朋友 你們好 為免講阿可白的事件 影片太長了 我將它分開兩條 這一條就是回應一些朋友 在我自己的可白的影片裡 其實只有三條 因為我不想讓別人覺得 好像你抽水 其實我純粹是一個很善意的 分享正能量的事情 你都看見我不是批判他多少 都是很想他走一條正常的路 那些朋友 支持小弟的朋友 都看見很多留言 如果是Google自己封鎖的 我現在都不開 因為Google封鎖的那些 應該都是可能有些問題 好 我在講之前 都先知聲明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我還未好了 聲音還是拖著 前幾天還剪得很厲害 體力還未恢復 先知聲明就是 我這條頻道很想說 我人生的經歷 見過什麼各樣的事 我都想說 如果我看到某些人走歪了 我都很想建議他 如何可以再做好一點 希望世界和平 希望大家收到正能量 我講話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始終屬於一個幕後的人 我不是前線的人 又不是一個 完全職業講話的KOL或MC 我講話是慢一點 不要介意 如果不是很滿意我頻道的朋友 請二浴報過旁邊頻道就可以了 因為我不會和任何網上的朋友 甚至乎有些想差人傳我的朋友 去搞馬戰 如果你是想差人傳我的 就不需要 因為你已經贏了 麻煩你那個旁邊就可以了 好 首先我會回應 有位朋友 有位朋友在留言 大家可以錄下去 只有三段影片 好笑 這位朋友就說 主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做一個快樂的老人家 我這件事 真的不敢搬門弄斧 因為我今年52歲 其實我做這條頻道 就很想在我60歲之前 因為無論男女都在60歲之後 他的體能就跌得很厲害 顧密倫這位何伯 因為他76歲 斷猜他的體能 就不會及得上年輕幾多 但還是要支持他 這是他的自由 我就不去挑戰他 不批判他 不如這樣 反過來說 我就講一點見解 然後就講我一個親身經歷 我看到一些快樂的老人家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這位網友問這個問題 我相信會觸碰到很多人的內心 尤其是到了50歲或以上的朋友 我看到快樂的老人家 其中有一個 其實有幾個特質 我一直講下來 其中第一個特質 我覺得他們的心很闊 他們很喜歡找一些新的東西去看 他們未必會接受到 未必會學到 例如我之前認識一個前輩 其實現在都間不間中有聯絡 不過都比較疏 一年見到可能一次 這位前輩很好 他都是攝影科 他都退了 我看到前輩都起碼六七十歲 他首先 他的嗜好當然也是攝影 因為他正在做這科 他現在大概是七十多歲左右 其實都沒有六十多 估計是過了七十以上 他的做法是怎樣 他很悠閒 因為他和太太仍然很恩愛 他為何仍然這麼恩愛 其實他是很有趣的 他跟我說過一個說話 都有點影響力 他說人其實都是一個驅學 如果你逃脫不了年齡的限制 其實你很失敗 我的領略就是這樣 他這番說話其實都很高 為什麼呢 就是其實人生有很多階段 如果到老的階段 其實還強求些什麼呢 還有一件事 去到老的階段 如果真的有老 其實有老是很幸福的 那老是會退化 不好意思 那你老退化 怎樣去防止呢 其實很聰明 其實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接收新事物 所以這位朋友 如果他一個人到處走的時候 他到處去拍一些花花草草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很少拍到這些花花草草 因為他都是做商業界那邊 就是跟我一樣 商業界是很少時間拍花花草草的 所以大家都看到我 很多時候會去行山 拍照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去到外面的世界 真的很遼闊 對比起一天可白 經常蹲在街市 真的差一點 因為他經常蹲在街市 最多都是有少許位值 就是有些朋友 認識他跟他聊聊天 但是他的行徑就很少開闊過世界 我覺得我這位前輩 其實是可以給他做參考的 就是他現在其實跟這位新河太 如果他真的行正道的話 其實可以很便宜地坐上的巴士 到處去觀光一下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不用經常謀著很多事情 經常想著很多事情 總之甚麼都是反面的 那就不好 那我這位前輩 他去年 他去年在意大利得到了新官 當然因為他上了岸 他是怎樣做呢 他是索性在那裡租了一個公室 一租就租了三個月 我不知道他現在回來了沒有 因為他也是一個老頑童 或者我錄完這段影片 我就發了一個訊息給他 他是不是在香港 我猜他都已經在香港 因為他當時跟我說 在意大利那裡租了阿巴士 就是三個月 索性反正都是上不了機 不如就跟老婆在那邊 當道蜜月 他可以一個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說出這些事情 第一他真是很真愛他老婆 真正愛他老婆 才會做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做這個舉動 在香港的洗費都不便宜 雖然他上了岸 但是一個年紀大的人 在意大利那邊租過阿巴士 你說租三個月 可能隨時是八九萬元到十萬元一個月 即是三個月這樣 可能隨時要這個洗費 他很豁達 很豁達 很豁達 對比可白 可白就沒有這麼豁達 因為他看的東西很短 我是做一個對比 希望我第一個點 就是 告訴這位觀眾朋友 先把他合作 第二件事就是 另外的前輩 這位前輩是他做生意的 他到現在 即是他在深灣 其實他兒子和我是超級老友 即是接近兄弟 我認識了他三十年 不好意思 我認識了他三十年 即是他兒子 這位叔叔現在是 都頗生意的 因為他的兒子和我差不多 他差不多八十歲 有多 他那個做人處世 我就看到為何他家裡 我講一點私隱 我這位朋友 他曾經何時是錯過的 你知是一個富家子弟的富二代 當然是喜歡去玩很多東西 我這位朋友是很特別的 他幸好不是玩女人 他玩什麼東西 總之世界上 有什麼東西車他都喜歡 即是他是亂買車 古古怪的富二代 就是這樣 那 不無正業 那老爸呢 怎樣教好我這個老友 這件事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這是第二個點 這位前輩 這位前輩 我叫 我 在螢幕上 就叫前輩好 他好一點 因為說uncle 就好像太貼 就好像 你是不是 不停擦鞋 我就不想這樣 這位前輩 做生意做到這麼大 他的家庭又可以這麼和睦 連一個我這個老友 即是貪無虛榮 不無正業的兒子 都可以教好 那 我這位朋友 就現在 已經有三個子女了 那 就是非常美滿 這個家庭 那 這位前輩 就是 他首先第一件事 怎樣去對待家庭 他對一個這麼壞的小孩子 即是 其實他未到壞 應該是這麼壞的小孩子 那 他首先第一件事 就真的是 循循善友 那種循循善友 我看到 即是我學回來 在身上 我看到 就是 首先 他不會用他的知識 壓到兒子裡 即是不是說 某些家長 就說 你是兒子 即是傳統思想 你一定要承繼我的事 我有多厲害 就你要做到多厲害 甚至乎要吃虛我 沒有做過這件事 即是我眼見沒有做過這件事 他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不會用他的尺 去量度他兒子的能力有多少 他一直以來就循循善友 兒子 即是他喜歡車 沒有問題 那時候很過癮 買一架快 當時朋友想買一架 我不說型號 免得又買廣告 想買一架三百多萬 當時三百多萬很厲害 三百多萬的車 他父親肯定給得起 即是我的前輩 叔叔肯定給得起 我叔叔用了一件事 就是說 可以 沒有問題 我貸款給你 我貸款給你 貸款之餘 老爸 首先 我會支撐你一半的首期 即是叔叔不完全 給他買一架車 而是要他供車 另一半的首期 一半的首期 就是叔叔的心意 另一半就是 你回來公司幫忙 另一半的金錢 我預支你的薪金 不過你不可以無所事事 在公司裏面 一定是要工作的 哇 這件事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我這個 這麼頑皮的朋友 當然 為了一架車 當然是 好好好 我來 我來 結果 入了公司 就提笑街票 因為發現自己 好像電視劇一樣 連辦公室也不如 我朋友 我跟他很老友 經常見面 他經常駕駛 他家裏有六架車 他駕駛其中一架車 經常來接我 當然我不是一個 他級數的富貴人 我經常來接我 經常跟我去飲食 尤其是他很喜歡海邊 可能是天生的 經常跟我聊天 他喜歡哪個女生 喜歡哪些東西 我們當時沒有解題 互相談 當然現在 他有了家庭 我也年紀大 他又年紀大 少見了少少 不過 我們不時正在聯絡 這些是真正老友 他在那時候 是怎樣 應對這件事呢 就是突然間 醒覺 他突然間 洗心革命那種醒覺 就發現 原來的首期是這麼難找的 然後醒覺之後 他真的游低做戲 雖然他是太子爺 所謂游低做戲 也不是像電視機一樣 真的有一個辦公室 他爸爸 即是我叔叔 他就給了一個位置 給他 那個位置是什麼 就是給他管理兩個人 管理做什麼 就是他公司裡面的物流 那兩個人 其實是專門安排給他的 都是一些新孩子 就是有他們的年輕人 可以溝通一下 總之你是管理到他們兩個 駕車送貨之類 那些單你又負責 哪一區之類 然後我的朋友 終於 衰衰地 就是由這個職位開始 他是不斷學不斷學 突然間 就發現 買車 不如買便宜一點 因為工作那麼辛苦 便宜一點 但還是喜歡快利 當時 他 買了一架 不好意思 我的喉嚨 就大約二百萬 快利 我沒有認真問他實質價錢 但是這一架 為什麼他這麼喜歡 就是 因為 他真的很努力去做事 交這個首期 還有 他突然間醒覺之後 發現 三百多萬和二百萬 差不多遮掩 因為他三百多萬 就加了很多選擇 因為你知道 一架跑車 一架選擇 就多很多東西 以及在型號上 結果 買低一級的快利 他買了之後 他說 現在我才能領略到 什麼是車 你說這件事是否很重要 我這位前輩 他這樣 用這麼多時間 來循循善友 一個兒子 這是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就是我看到 一樣不好的事情 為什麼不好呢 就是在我們這個行業裡面 很多前輩 說真的 真的看到很多 就用他自己的經驗 壓下去 一些 新仔初歌 譬如說 很難聽的 有時候的說話 就是 你拍的東西 真的是垃圾 你看看我拍的東西 常有的 直至今時今日 還是有這些人 為什麼 會這麼失敗 這類型的老人家 原因為什麼 因為他跟不上時代 其實每個時代都有英雄 我們是 如果上了年紀 譬如我現在 從事攝影 32年 原來一算下去 32年 因為我是讀書不成的 在很年輕的時候 我已經是 出來 入了這一行 那時候也有些家庭原因 入了這一行 原來32年的經驗 你說有什麼想 甚至乎你掃碼 菲林 大蝙蝠 諸如此類 各式各樣的東西 其實你放在我面前 我也一樣可以分辨到 它是什麼 看到什麼 看到你拍的內心是什麼 因為我拍攝那裡很極端 我有幾個極端的 攝影是其中一個極端 但是這件事 就不可以用這件事去欺壓一些現今入行的年輕人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時代真的不同了 雖然現在的數碼年代 你拍攝那些東西可以改 那件事 我們有時候 譬如出工作那件事 都見到有很多年輕人 都不是少的 很多年輕人 他都有一個心態 就是拍攝回去 然後移回節目 你馬上有了Fursop 或者諸如此類AI的東西 他可以移回節目 可以交給客人 是這個年代的東西 你說美學藝術感 你喜不喜歡是你的問題 但是他真的做到這個年代的東西 有時候這個年代 牽涉到Design那裡 當然如果你說真的要說一張照片 就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這個 麻煩大家看我之後 講照片的東西 這個心態 我覺得是要 我們上了年紀的人 要冷靜一點 千萬不要用你的尺 這麼狹窄 這樣去牽壓不同年代的年輕人 因為我們大家年輕過 譬如我們以前拍攝的時候 去做一些學徒 我也做過學徒 真的受不了 因為真的沒有東西學的 那個原因呢 因為跟那個人 說真的 都是完全沒有搞過東西 他都是利用一些新的人 他當那些人是一個工具 還有 我最不喜歡的一件事 就是那些所謂的前輩 比我更老一級的前輩 他經常都用一句說話 就是 你不要介意我用前輩的身份 去跟你說 我很反感 一聽到這些 為什麼呢 你如果是一個好的前輩 你應該是很溫文耳牙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 藝術行業 你不用去欺壓我 因為有很多東西 不僅是我們這些攝影行業 你建築也好 很多東西其實是達者為先 可能很年輕的 都比老師傅更好 對不對 這些東西比比街市 所以第三個項目 千萬不要用自己的威嚴 即年紀大了的威嚴 因為我們黃總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 經常用自己的年紀 去批判這個世界 批判下一代 或者再下一代的東西 這是給年輕人的感覺 因為我都年輕過 其實大家年輕過 你欺壓別人的尊嚴這麼厲害的時候 其實就是顯出你沒有了道 是不是 當你如果真正去到世界最頂峰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上都不用說這些 因為你世界最頂峰 你看回來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 還有一件事就是 糟了 我去到最頂峰 很寂寞 還需要多些人陪我 我現在都是盼著這個心態 但要保持這個心態 的確是要有其他的收為 我都在不斷地學習這個收為 但第一件事 即是第三個項目 如果你要收為到這個項目 我的感覺就是 你一定要放下以前的你 因為沒有意義 以前的你過了去 你幾封光 你現在不是老人家過嗎 不用把東西攬得那麼緊 放得那麼大 真的不用這樣 這是第三個項目 第四個項目 就是我的真人真事 在2022年和2023年 我都過得很淒涼 有些家裡的事 有朋友的事 有我媽媽的事 不好意思 2022年發生了一件事 我有其中的一個死黨 其中的一個死黨 她的一對子女 就是我的契仔契女 其中的一對契仔契女 我看著她大 她突然間打電話過來 我講一講一點 就是 那個契女 比契仔大 兩年 那個契女 她剛剛送了她去美國那邊讀書 那個兒子 又說想去歐洲那邊讀書 當然 我這個老友 硬來 因為她也是打一份 完全是沒有 像做生意一樣 增值的工 她也是一個很普通的公務員 你知道公務員的新捧 都是這樣 她早年為了要養 你知道 一個養三個很吃力 那時候的捱生捱死 你知道 政府工雖然是朝九晚五 但是她是固定了收入 那她也出來 跑一下 少許兼職 才可以勉強養活到 這三個人 然後她突然間 打電話過來 就說她有了 第三期的癌症 然後 然後 看看 因為她已經 因為她 其實我們一向有緣聯絡 但是她 從來不說這件事 我也覺得 為何你不早點說 她從來不說的時候 她捱生捱死 那個女兒又要去美國讀書 那個兒子又說去歐洲讀書 那 供了她們兩個過去 還有個老婆要養 那很嚴重 你知道 在香港很大壓力 那 死貨了 她打電話來就說 可不可以借助醫藥費給我 那 你知道 我本身都不是什麼富貴人 你知道一個癌症的治療 就不太普通 又要做手術又要什麼 那她 排政府 都說 政府那裡 都有一些人包 都要有一定的金額 還有要排期 她第三期是要排期的 她就說 如果我釘了 即是她說 如果我釘了 那 真是很不想 因為 見到那些子女成長 但見不到她畢業 我又不想 她的語氣 我就感覺很悲傷 很低聲霞地問我這個老友 她想快點去她私家 即是馬上搞 因為你知道癌症 無緣無故演變去第四期 這是很容易的 每次又要做手術 每次又要做手術 各樣的事情 她說 洗肺也挺金 我當然是義氣子女 我不是富貴人 就把她拔了一大塊錢給她 那時候 又有另一件事出現 唉 令我心灰意冷 即是 都沒有什麼能力 去想去工作 沒有什麼心情 已經 結果 取消了我的資料 然後 然後 你知道 由這個暴動 至到 這個 疫情裏面 做我們的這行 損失很大 一計算數 不行 怎麼辦呢 然後到去年 到我媽媽出事了 我都拋頭 死火了 即是 好不可以問一個朋友 然後我問她 那個朋友當然是未得 因為 你知道癌症 加治療 那些事情 那個期間很緊 真的很緊 她老婆已經出來 因為她老婆是一個 很普通的家庭主婦 很善良 她的能力是沒有什麼可以做得到的 最多是去辦公室 那裡拾頭拾尾 那些 都是做著一些散工 我看到她很淒涼 那 我自己都閉毅 咦 我媽媽出事的時候 我猜不到身邊 有幾個朋友 仗義 即是說也不用說 一說 即是仗義幫忙 即是多多少少都好 即是她們幫多多少少都好 即是我覺得 這一份情意 就已經贏了 所以有時 去到第四個項目 我就很想跟老人家說 其實錢財真是新外物 有時 你花了你的金錢出去 給其他人 其實你的回報 那份情意 不是金錢可以賣得到的 所以第四個項目 就是希望老人家 不要看錢看得太重 更加不要有一個虛浮 就是有奇蹟的出現 即是要發達來搞 怎樣發達 我知道可伯 其實如果她真的想 新何太 那樣東西 她自己很想負責任 因為既然有一個人這樣對她 都想是 即是 如果她可怕釘了 起碼這個女人 有依有靠 但 這件事 當然這麼多人跟你說 當然這件事有問題 很可惜 她現在都收不到訊息 因為她已經被控制了 如果我的 歷練的經驗 就是 看到 好了 還有第五個項目 第五個項目 就是 其實 年輕人的歷練 未必是一定 比老人家少 因為年輕人的 知覺 是很快 只要她肯在外面 讀萬卷書 不如走萬里路 看很多東西 然後在網上看很多有益的東西 她不一定會輸給老人家 這件事 大家年輕人都會明白 這五個項目 我就很衷心 分析給這位朋友去聽聽 或者各位看這段影片的朋友 都希望你們收到這些正能量 做一個開心快末的老人家 好 第二個留言 就是我想分析一下 會回應 她說 人之初就是性本格 不會有性本善 這句話 我真的要回應這位朋友 其實這位朋友 你是未理解到什麼叫做性本善 你是理解到性本善之前的步驟 因為性本善這件事 其實是由宗教 大家知道 由佛教那邊開始 即是公元前的一千年 其實已經出現了 在西加茅尼的時候 即是公元前六百五十年 他就是 將這件事發大 即是發揚光大 其實人之初 如果性本善就是 就是在說 他出生了之前 他出生了之前 然後誰 因為他什麼都沒有 只有DNA的遺傳 你到底在這個紅塵裡 譬如父母也好 或者身邊的人也好 你寫什麼進去 你寫什麼進去這個BB 如果寫進去的人 是惡戶性的 這個BB就是性本惡 所以這位朋友 我就開解一下 所以 西加茅尼所說的性本善 就是在BB的之前 即是說 一對男女歡合之後 到底你是否真愛地歡合 到底你是否相愛著 對方永遠在一起 而生這個BB出來 這個就是性本善 即是由你 你要製造另一個生命的時候 你要以身作則 做一個好人 這個才叫做性本善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宏觀的宇宙觀 如果你說下去 就很快說 說一整晚都可以 可能遲些開片 因為它是關乎一個很宏觀的宇宙觀 關乎一個宇宙誕生的理念 其實 好 以上 這條片都長了 以上的觀點 就帶出了 前前後後的六個項目 希望這兩位朋友 就可以開懷了 這條片就先來到這裡 我來是真是救人的 不是去殺人 開戰那樣東西 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這條片 我覺得 帶多些正能量給世間的人 希望他們都得到喜樂 健康幹野 好 我們下條片 就是連接下來 我繼續錄的 就是分析一下 可白現在這個情況 我希望可以救到它 在業果出現之前 因為再來就業報 它無法回身 我們在另一條片見 謝謝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